今天晚上想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是我前段时间刚刚看完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丰田传》 对,没错,就是那一本 讲述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商的传奇的经历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不光光了解了丰田汽车 它是怎么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同时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怎么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丰田最早 它并不是一家做汽车的公司 在丰田佐吉它的父辈那一代 他们的起家的行业 其实是做纺织业 那么纺织已经做得很大了 在丰田佐吉那一辈 它已经把纺织做到了 全日本最大的几家企业之一 那么提出进入汽车行业的 其实是它的后代 叫丰田洗衣狼 是丰田洗衣狼 一心想主导丰田家族进入汽车行业 那为什么丰田洗衣狼 那么固执的想进入汽车行业呢 这就要从日本的二次世界大战 战败开始说起 日本战败过后 美国接管了日本的经济 不管是日本的码头 日本的贸易 还是日本国内的很多经济建设 美国在其中有非常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甚至当时明令要求日本所有的汽车制造商 不允许生产轿车 只允许生产货车 而且每年限量500辆 那么这件事情 在丰田洗衣狼的心目当中就埋下了一个阴影 他认为日本的马路 为什么跑的全部是美国的汽车 他觉得他感受到了 而且他也认为汽车产业的兴起 一定能带动日本所有的接触工业 所以丰田洗衣狼就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他认为一定要带领丰田进入汽车行业 其实这个想法 自从他诞生过后 在日本所有的民众 包括在丰田内部 大家都引起了强烈的讨论 因为大家想一想 一个做传统纺织业的企业 为什么能进入汽车行业 一辆汽车有几万个零件 丰田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经验 你凭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 能超越前者 然后还能把它做大 所以大家非常的担心 他会不会把丰田拉入到了另外一个沼泽 但是因为丰田洗衣狼 他当是创始人的后代 所以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去支持他 然后他就自己就成立了丰田洗车 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关于人生的意义呢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过一部美国的动画片 叫心灵奇旅 那这部动画片他讲述的是什么呢 他讲述的是一个不断在音乐路上追寻自己梦想的一个黑人 然后他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演出的机会 然后不小心挂掉了 然后呢他又回到了这个地球 去完成一个心愿 去找到他生命中的火花 他才有可能重新来到地球 重新来到人世间 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有一个插曲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这个主角 他走到一片树林里面 然后掉下了一片树叶 这片树叶刚好掉到了他的手里面 然后那一刻突然有一道阳光打了下来 非常的温暖 也照在他的手掌心 在那部动画片里面 当时的台词就是 哇 我发现了我的火花 就是他找到了他的意义 那意义是什么呢 是这篇树叶吗 不是 意义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篇树叶 我们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很特别的 但是因为在剧中这篇树叶 它刚好那么恰如其分地到了我的手掌心 然后正好一束温暖的阳光 打在了我的身上 所以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温暖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 我通过这些细节 我看到了我的火花 我找到了我的意义 就是更好的去活在当下 同样在二战时期 有一位犹太人叫弗兰克 在二战期间 他家族里面所有的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然后二战结束过后 他家里面的人全部在集中营里面都死掉了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他把这段经历 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他写成了一本书 叫活出生命的意义 从此他也开创了另外一种心理学 叫意义疗法 就是怎么通过赋予人意义 去帮助他恢复他心灵的创伤 因为他发现人的不同的行为 会造就他们不同的个体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 当他有了意义 赋予了他一种意义的时候 那这个人的生存的意念会非常的强 他会超越其他很多人 在这部动画片里面 他更多跟我们讨论的 其实就是我们应不应该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里面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 我们不需要每天生活得那么的有意义 那么的有目标 我们享受每天就好了 开心就好 很多人都会这么讲 但是另外一种声音 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生活的意义 因为那样你会变得更有目标 你会变得更充实 那到底哪一个正确呢 我想从丰田的这个发展史 我们看到的丰田洗衣郎 当然在他有生之点 他其实没有看到丰田汽车 持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他从最早发誓 他要让日本的汽车 跑在日本的马路上 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雏形 他缔造了丰田汽车 虽然他没有看到最后的终局 但是我想对于他的人生 当他驰骋在生产汽车的这条路上 这条路就是他的意义 所以当然这本书 还有很多值得去分享的方面 包括丰田是怎么去做 及时性生产 怎么将那些库存 怎么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 但是我想那些 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时间慢慢聊 那今天对于你和我而言 我们的每一天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这就是我们 应该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只有我们找到了 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然后我们的生活 可能我们的生命 都会和过去不一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见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考虑 感谢观看